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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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啊 要拖 快 快 快 走 走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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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國委他的付出已經像個 像個 神一樣了 在金門的棒球來講 因為 他是很 很 幾乎是犧牲所有自己的時間 包含家庭 包含事業 幾乎 我看 不是上班就是在酒茶 那 其實 一開始 我們也是覺得說 他可能是一時的這股雜劍 可能兩年三年建築下來 我覺得他真的是也是蠻幸運的 我們也看到他的堅持 其實真的以棒球來講 從技術開始推的最重要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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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委學長 他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哪來的 我可以簡稱他叫瘋子 我不知道他哪來的 哪來的那個 是我的話絕對不會這麼做 因為他 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可以 不領任何的錢 然後替這些孩子去找經費 找所有的資源來給這些孩子 甚至有些釘鞋 有些衣服 都是 直接送給他們 都不用錢 都不用採買的 然後 就為了說 因為他的興趣 金門棒球這一塊不能斷 就這樣 這麼簡單的理由 學長他還有兩個小孩子 他還要 兼顧小朋友 而且小朋友都很小 兼顧小朋友 兼顧小朋友又要 兼顧這些孩子 又不是一所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全部都要他一個人看 裡面 雞琳 雞琳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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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從94年開始去金門儂公 帶他們的类球隊 後來 也是認識一個 學生棒球聯盟的 一位金門鄉親 他就跟我說 其實你們可以出來比賽棒球 就慢慢的把自己 轉型為棒球教練 但是壘球的教練比較簡單 但是棒球的就比較複雜 所以說我也是邊教邊學 我也不是說算是科班出身 我只有國小 大過了大概兩三年 後來就是邊教 自己邊教邊學出去比賽 也是多看 因為畢竟在里島面資訊有限 所以說我大概從1994年開始帶 從高中直開始帶他們的棒球隊 後來就覺得 因為你要顧慮到球員的來源 三年級總會畢業 後來就發覺說 不行我們還是要從基層紮根做起 記得喔 等一下自己要求一下自己 你要從KGBO開始要求 本身的工作是機場消防隊嘛 我為什麼會來帶棒球 其實就是因為我看到小朋友去 在籃球場啊 在田徑場啊 自己在那邊玩棒球 而且不是一個人在玩 可能是山路好友在玩 你會覺得說 他明明有小朋友喜歡玩棒球 但是就是沒有 沒有人提供舞台給他訓練比賽 這也是我當初 慢慢轉型從曼蕾轉為棒球的 其實一個很大的動物 因為你看到小朋友在玩棒球 他其實你就去舞蹈 他有興趣你就帶他來練習 慢慢的再去挖掘其他球員 所以說我一直重複在講就是 你沒有大人沒有給他機會 沒有給他舞台 進門的小孩子永遠都沒機會 帶小朋友練習這個時間 最讓我感到比較難過的 其實是小朋友 我好不容易訓練你了兩三年 他就 有的小朋友會覺得說 還有教練我 不想練了 我想就是等於說 興趣固合 其實你會覺得 就很邪氣 因為你在進門 你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在這個小朋友身上 他突然跟你說不練了 他突然跟你說不練了 你會覺得 其實他真的還蠻難過的 其他的缺教練 缺經費 比賽書 其實那種都還好 其實球員的離開才是我最難過 因為畢竟你在進門又找到小朋友 甘願陪你整天在球場 其實真的很好 其實也還好啦 只要看到小朋友進步 小朋友在玩球 其實自己就覺得 還蠻高興 還蠻幸運的 因為畢竟當你看到一個小朋友 從不會打球到有一點樣子 其實那種就是一種成就 我常跟其他教練講的就是 其實小朋友成長 就是教練最大的說話 你不希望他們能夠 打出什麼樣的成績 但是在意的就是看到他們進步 你會覺得 其實我們還是真的能夠做得到 雖然我們沒辦法取得很好的成績 但是畢竟我覺得 我們只要默默的在做 小朋友一定會進步 今天不錯 以後沒有人會做 像我講的 我無時無刻都想放棄 但是你放棄了 你過氣努力都白費了 所以就一直堅持下去吧 因為總有一天會慢慢 進門的棒球會走向比較健全的 健全的那個訓練的方式 所以成績一定會提升 這是長遠的目標 我的位置是偷手 我覺得偷手很好玩 因為可以玩弄打者 我喜歡這班球 已經是我很喜歡 因為他打擊 人手變得很強 想要打日本職棒 所以會想要走這條路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的舅舅是徐吉正 你就是現在全國的馬拉松 我跟一萬公尺的紀錄保釋 我跟他講說 其實是傻事的技術 要一定是傻人來做我們 就要來探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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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 然後我小時候看到他的時候其實都在電視上面 所以我就會對有一個這麼厲害的人一直保持著一個印象 然後看他一直在跑的時候我就會想說 有沒有可能未來我也會變成那樣子 我覺得自己的才還不錯 然後也很願意練習 但是就是少了一個人帶領我走上這條路 所以後來我才會想說 然後我就去訓練師大 除了可以培養我的跑步的實力之外 他同時也可以教我做怎麼樣 到底要怎麼樣去當一個好的教練 所以後來才會回來聽隊之後 然後開始在做事練習 對 因為我現在帶領隊到現在已經講近十年 我覺得我帶領隊有另外一個 還蠻可以拿出來說的說對的地方 就是我發現這位小朋友到了大學之後 即便學校沒有聽領隊 他們還是自己都會很接觸地在練習 所以我現在有一些學生他已經回來 在金門地區有類似在學校裡面教書 那有的可能是在金門地區工作 就是他們在下班之後 還是會選擇回來這個地方 比如說就是在看看文化 然後看看現在整個隊上的狀況 到第二道 他到紅色三角追的時候 你們就走了 當初我把這個制度建立下來 然後以及有很多畢業的學長景 或是說金門地區有長期在運動的人 就是有在充實跑步這件事情的人 他都會到這個地方 然後看著大家 所以這個隊其實已經 我覺得教練已經不單單 是我自己一個人 而是很多人一直在捨破這個隊 所以我覺得我們金門高中 聽聽的這幾年的成績 可以慢慢越來越好 真的是靠非常多人在幫忙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我很常跟他們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你現在在跑步 其實你追求的不單單單 只是描述著15點 這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在鍛鍊你 你到底能夠對你的目標 能有多堅持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他可以從整個田徑長的生活 從左右的生活之後 可以炫難到外面的世界的人 所以你不可能一輩子 都當田徑選手或是當選手 但是人這件事情 是到死之前都是你 所以我希望說 他們離開這個隊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可以把這個精神 放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未來 你讓他下領好的 另外一個目標 他其實就可以 像在當初在高中 在練成競技的時候 那種精神 我就是努力不去 然後一直朝著這個目標 一直跟我前進 可是我帶田徑的我覺得一個 我比較想要傳達的事情 我其實會比較希望說 他們從這一個隊離開之後 就是真的能夠看見自己 因為大部分後來 我這個隊的人 就是他可能對我們這件事情 他是有一定的能力 當然可能立不上群果 可是至少在我們這個小小的區塊內 他是有一點成就的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透過 從事運動訓練這件事情 然後慢慢有一點成績 然後被人家看見 然後可以肯定自己 當然我們最基本 從很早以前到現在都是一樣 我們一個共同目標就是 那叫純精神 純精神 大大地地的精門人 然後我們從五開始 一直把他推進去 那現在我們兩個還是 有一直針對金門人 這件事情在同一段 我們有非常多事情 所以包含他每一年 他都會帶太極大的選手 然後還要再帶四大運 就像去年那個 那個四大運的時候 他帶那個目標之班 馬選手 回來進門 一則做一地訓練 而且二則讓金門的這些 田徑選手 能夠有一個交流 也有一個目標 讓他們能夠往更高層次 這個目標來設定 來看齊 來努力 那相信未來 這個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應該會有更好的 更多的純精神出現